clocks change and beat up 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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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憲在親妹平安 大家好 各位繼續發併 嘿嘿一天啊倌 我真的是看到你们非常高兴 惊喜 因为真的走进入到我们台湾民政府 真的是你非常大的福气 非常大的一个恩典 真的是上帝给你们很大的礼物 所以这个礼物我们自己要去打开 让你们有人让你这个真好礼物 你若没打开 也没菜 对吗 所以我们现在要打开上帝 上主 还有你们所敬拜的 都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礼物 但是这个礼物里面不一定好看 因为太多的事实在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再重新继续来看看 中华民国在刚刚进入到台湾 然后整个的公教人员 他怎么会去自肥呢 在省区的 你看有那么多的省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整个那么多省当中 台湾像台湾 台湾像伯爷 台湾像伯爷 下来上去一点 共录取540伯爷 以前是互信郎 现在真正的是中国人 因为这个是中华民国所做的 那台湾人好像不为了而已 这个就是过去这样历史 糟蹋烂台湾人 这些中华民国又像是又像不是 你必须要打开它的正面目 这个礼物你才可以看得见 它的价值 就像多忙的人到列厨 七十年还是到五十年之后 他有管理和你 决定你的所有管 还是你的命徒 还是你的偷队 这样有合理吗 逃亡的人来到你家里住了四十年五十年 最后就决定跟你一样决定 你的土地权还有你的所有权 这个抢劫有什么两样 所以 我当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总会重要的干部 在两千年 有一件非常 本来不大喜欢讲 但是我们在座的也有很多基督徒 我们也做一个反省 那我主持将近两年的时间去讨论这个 彰化基督教医院 和台南昌隆中学的土地所有权 简单来说 我们这几个董事 是受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的委托而已 仅仅受到中老教会总会委托 不是当初的财产 不是董事的财产 但是今天中华民国的董事会 大部分都是自己的财产 对不对 你成立这个董事 你成立这个财团法人 你成立这个公司 你必须有自己的财产 而且你大股东 你才有权利 有担任巨大的干部 掌握你这个钱的来龙去脉 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是 受美国英国的恩典 在150年前 从英国 然后过了 少了差不多140多年 马街 从加拿大到 从台湾人一直进到淡水 他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奉献了台湾人 这两位医生呢 除了他的信仰以外呢 他真的是关心台湾人民的生命 140多年前 150年前 以卫生不好 台湾人那时候卫生不好 因为那时候大部分都是贫补主 受教育也不是 那时候可能没有得到好的教育 但是马街至少有 七千颗到九千颗的牙齿被他拔掉 帮助台湾人都是免费 好 然后就成立了马街医院 然后成立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属下的医院 所以我们就组织董事会 特别有一个彰化基督教育院的董事会 有六个董事 但是当时我主持了就被我免费 连我自己的妹夫也被我免费 结果他们说 啊 这个山地人不会主持 平地人都被平地人操控 我说当时不是你们的财产 中基的这个平衣 还是长荣大学的财产 不是当时的财产 是好像给我们的 中央教会的中央委託当时来管理哪天 只有给他们管理 结果他们要操纵 不听总会最后就决定来罢免 免质六个董事 这个是145年的历史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招 而且当重要的干部主持人 就是这位现在在你们面前的高杀猪 所以我是痛心的决定 因为你们要把财产施为 以自己为友 这不对 所以就免质 当然现在他们已经慢慢的清除 还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财产 所以当时在教会里面是 好像是为徒 不是家伎的财产 今天是中华民国也是同样 中华民国收到美国 来为徒因来暂时管理台湾那天 清除了 必须定说清清凸凸 不是永远的财产 所以一个中国政策讲得非常清楚 中华民国没有台湾的领土 也不是中国的领土 很清楚这是官方文件 所以我们各位既然知道这样的事实 我们真的是为了台湾的后代 为了我们台湾整个的百姓 无论什么作用 无论什么作用 我们就是来看出台湾人真正的出路 出路 有一天这样出头天 这样好吗 你我都是台湾的这个人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很清楚 虽然两个党说中华民国是台湾 台湾是中华民国 民进党的党纲也在说这样的事情 这个都是政治台湾 不是我们法理台湾 他们在那边偷讨论什么 张显耀跟这个 好 虽然说现在三个党产 在去年 中国国民 国民党是多少 两百多亿 民族进步党是四亿多 台湾团结 三千五百 两百六十八亿 这是民族 我常常讲 我本来不知道 因为我也办过教会的 受托的婴孩 那结果一看见说 不要紧 这样写就可以了 反正都通过就好了 这个有一些真的是有点福报 我还是奉献给教会 那这些 因为那个都是小钱 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 那很多追加预算 那个是他们整个中华民国的运作方式 你看 除了预算预备金 追加预算以外 都是他们自己在做的 因为包山包海都是中华民国 我们有一个童心画的这一幅画 我们现在是正在 台湾民政府是法理台湾 那中国还是中华民国都是政治台湾 所以什么都是以政治台湾 好 我们看看 为什么 走战争法 和国际法 很清楚的 让我们台湾民政府存在的价值 有什么价值 我们来看看 在奥巴马他自己的 宣政策里面 他讲得非常清楚 我还要回到 我正式回到太平洋的时候 I will back to Azion 要回到亚洲 欧巴马讲得很清楚 只要中国出兵 无论是对菲律宾 越南 日本 任何东南亚 或是亚洲的一个国家出战 欧巴马说 中共 中国一定会溃败 他用什么方式 这个是一个前奏曲 第一个 欧巴马会公布中共官员 家属名单 我 十年前我代表教会去加拿大去访问 还有去美国 然后就跟几个中国人聊一聊 这个中国人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原住民杀敌人也是中国人 谁说的吗 那是你自己说的 你知道高沙族有几个族群 你知道那时候我就用打烟的话 网红书瓜拉该母 叫网红书拉伊斯瓜拉里 你说什么 只要你真的要统治台湾 你至少要会讲我的话 要过我这一关 我们在那边开玩笑 气得要命 结果一看都是中国高干的孩子 在那边读书 然后他们也很厉害 现在中国人他们也很喜欢西式的方式 有几个台湾人的教会 台湾人教会 用讲台语的教会 他们中国人就很恨台湾人 他们要霸占 所以中国人一到 无论是偷渡也好 移民到中国加拿大也好 他们专门一握风的 一群一群的就专门到长老教会的教会 因为参加他们的礼拜聚会 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该选长老知识 因为长老知识是你有教会的名单 你才有选举 要几年以后有规定 有教会法规 结果中国人一进去 跟他们一起做很有善的 然后最后就因为中国人越来越独 本来一般台湾人教会 在美国在台在加拿大 平均来讲大概七八十位 一百位算平均来讲 但是在一旦八十多位 或者是一百多位 五十多位的中国人进去的时候 过了两三年改选干部 改选长老知识 这个谁当选 对 中国人当选 不是 烂台湾人 所以就改变 本来是台湾人教会 现在中国教会 今天台湾教会也是一样 不是好像中国教会 一般的普通的中国教会 他们的中国的那种意识非常强 所以这些都已经侵蚀了整个台湾的地方 但是 这些欧巴马 这个欧巴马总统呢 他用这样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告诉中国 不能乱来 那第四个是下令清查 洛杉矶中共二奶村 还有中共二奶村 所以不像有几个村 不是好像二奶 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候 台湾有这样的状况 马上枪毙哦 不是枪毙 也边刑 所以我们都要自刑 然后把在美国中共的官员家属 送往关大纳末基地 关大纳末湾 还有空头单边武器 给中国的一些更多的工厂的人 因为他们没有改到中国 应该是这个大陆改到中国 好 因为台湾关系法呢 也是已经影响了整个台湾人民的 好像保障法 那这个台湾关系法实际上 代表它真的是美国保障台湾人民 但是秘书长讲得很清楚 这个台湾关系法是 不是台湾人民的 the people of 台湾 是台湾关系法是用 the people on 台湾 所以一般大学生或是没有去注意到里面的含义的时候 the people of 台湾 and the people on 台湾 the same meaning 一样的意思说台湾人 反正住在台湾的都是台湾人 是这样的观念 那真的住在台湾人是真正台湾人吗 台湾民政府就错开把打破这样的正面目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存在 也告诉秘书长 也告诉安倍的助理 唯一能够让你们出头天 就是让你们的宪法要修法 因为你们的宪法是迈克阿瑟 几个盟军替你们做的这个日本宪法 那能够让从保卫自己自卫队 因为自卫队 什么是自卫队 我们当兵的很清楚 要保卫自己 但是日本的宪法的这个自卫队和保防队 和现在他们修改的第九条 意义不一样 那第九条就是要修改 把这个自卫队真的是成为一个保防 又可以只要你知道敌国或是对方有意图 或者是也侵入你的盟国的一个国家 你可以去进攻 你可以支援他们 但是还没修改之前 这些你都不能动作 你都不能动 因为你只要敌人进入到日本你的国家 你才可以攻击 因为这个是因为第二次太平洋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迈克阿瑟修改的宪法 你不能进攻 你只有在你自己的国土 等着敌人来 你只有防卫而已 等到那时候早就已经被 被消灭了 所以他们认为秘书长就点了一个点子 唯一就是要修改第九条 所以这个自卫队呢 扩大为可以进攻 你不是你主动进攻 是已经你知道一些的情报资料 说什么时候已经进入 要进攻你的国家 或是要进攻你的盟国 你有外邦 有外交的国家 你可以去支援 这个自卫队就扩大这个意思 所以应该非常的顺利 他们因为大部分日本人已经知道说 原来现在的处境 因为他们不知道 自卫队是什么意思 等到他们解释以后呢 原来自卫队不是只有等着死 应该要防卫 甚至其他的盟国 其他临近的国家 友善的国家 帮助他们 所以这个自卫队就已经扩大他的意义 所以他们就修改这个第九条 在去年4月28日 是他们主权的恢复日 是他们主权的恢复日 另外我们要 今天我们要看看 你我的角色 因为在一句话说 因着你 因着你才可以得到福气 可能是因为您的帮助 因为你的知识 你的无论是才华 经济能力 或是你的智慧 来支援帮助他 让他们得到祝福 这也是因为在 这个 because of you 在印证你这个工作呢 是巨大的功成 我用三个历史人物 来做一个比喻 这个是史怀者 史怀者 他有至少四个博士 音乐博士 哲学博士 还有神学博士 他在非洲52年当中呢 他真的没有想到 他这样的奉献 来帮助非洲 让非洲也能够有一个 出头天的机会 这也是因作 使怀者这位人物 让非洲人得到恩典 得到福气 还有 马丁路德金 这个有听过在 这个金恩博士 出生在美国 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他的演讲技巧 跟他的勇气呢 是在1955年 美国人非常的注意 那1963年呢 他就带领很多的 美国人 无论是黑人白人 他就是因为 黑人白人隔离政策呢 他要打破这个隔离政策 所以金恩 这个金恩呢 他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 那这个梦呢 让黑人白人能够生活在一起 不要成为有族群分离 就像今天一样 我刚刚讲 我们四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来到都市的时候 被排斥 没有办法适应平地人 那现在高沙族 也会学习平地人 的不同的文化 就像我们今天 平地人 去山上 去背刷 那么多人去背刷 是怎样 健康嘛 对吗 但是有人 背刷到三四天没回来 没办法怎样 买路 在迷路了 那甚至危险 危险到山来峭壁 我曾经在 司马库斯 在那边帮助教会 在那边牧会 司马库斯 有没听过吗 那个是共同经营的 有一次呢 一个平地年轻人 他失恋了 他觉得说 他太太不谅解他 他就去散散心 就开车到司马库斯 在那边住两三个晚上 后来我们司马库斯 亲人说 再待几天了 心情好 健康了 才下山了 不要心情不好 又下去 又跟太太吵 结果 还是回去 那回去到了大转弯 司马库下去 一个大转弯 碰到中巴 那中巴 本来是他 原来他下去 应该是靠右 他是为了好意 靠左 然后 中巴一进来的时候 这样大转弯上来 他就要闪开这个中巴 结果因为中巴也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倒车 一旦倒车 倒得很快 蹦 倒下去 就掉在山岸 那个中巴的人 大家都一轻二手 一部车子下去 还好他只有一个人 不过生命宝贵 非常可惜 这个救难队 自身机就来了 па Gandhi 他下去 人 已经死了 结果那些救难队 谁去帮忙 谁去救这个 帮助死亭 没有人 只有靠我们 司马库斯高沙扴ci 我的青年 我教會的青年 去下去 哇 在這邊一直背背背上來 所以不只是高砂祖幫助一些迷思或是 遭難的平地人 那這個也是互相幫助 所以我在這裡也是活躍大家 有古山祖在道市裡面有賣路 還是有迷思方向的 請你們包容幫助他 這樣好不? 因為太多的高砂祖有時候在 紅花綠燈的這個大都市不知道方向 好像什麼都好結果都 一炸下去生命都不保 有時候就跟布山的或是幾個幫派都有 那這些當然民政府會慢慢的逐漸去消除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同樣的不同的族權 也是一樣去包容 因著你讓人得福 那這個金恩博士到最後雖然被暗殺 但是隔離政策到了整個美國的心目中是滿大的影響人物 所以他們從林肯總統解放黑奴以外 你們知道黑奴到什麼程度呢? 當然我們不是說我們參加民政府犧牲要像 像金恩博士跟林肯 不要這樣 別這樣扣 我們只要出槌 還有我們的法員 還有我們所製作的幾個騙子 給你的親朋好友 跟他們解釋 這樣就好了 不要犧牲到被暗殺了 這樣不好啦 我相信也不會這樣了 好 那今天 剛剛所講的這個都是用中華台北的 那今天中華民國 剛剛所講的馬英九很喜歡用 中華民國來做合法政府 我們看看 秘書長寫的一段 我這邊有扣一下 第一段 1912年 中華民國成立中國南京 1911年10月10號 孫文為首的武裝分子在武昌 發動流邪政變 行動 成功 並將源自滿洲的大清帝國推翻 這個就建立了中華民國 這個是回顧一下 那我們看第二個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 消滅了中華民國 蔣介石 流亡到台灣 來組成了中華民國 當時就 把李宗仁當做總統 實際上他也沒有到台灣 奇怪 沒有到台灣 也當 當時 成為 流亡的總統 然後 然後 在1945年呢 他們認為說 蔣介石很厲害 他認為說 既然 要 鞏固這個中華民國 雖然他辭掉了總統職 但是他就 因為曾經在1945年 曾經代表 四個聯盟國 來接受日本投降 在1945年8月15號 那這個 投降日呢 實際上 中華民國 把它當作光復日 那為什麼美國講得清楚說 不是光復日 是 中戰日 是結束戰爭 到了 因為 蔣介石他自己宣布說流亡政府組織到台灣呢 沒有按照國際法 也沒有按照當時中華民國的法律 然後流亡到日本台灣然後成為 自己組織中國國民黨 以後就真的是獨裁集團 一直到現在 那第三段呢 1971年中華民國 代表 這個被逐出聯合國的 到最後 他以為 他的夢還存在 雖然被聯合國 出組出境 那最後呢 他還是說 我們才是代表中國 實際上 聯合國已經否認了 那1978年 美國跟 中華民國 斷交 然後1972年上海公報 這個 因為這幾個上海公報 還有 在整個中國國民黨的本質裡面呢 他們還是 硬著把日本台灣 牽涉 然後我們又有軍隊 然後我們又有軍隊 在一般台灣人的觀念 這個是 這個國家的形成 形成這個國家是至少有這個四個項目 領土 政府 還有外交 還有軍人 那這些都是以為說 沒問題 這個本來都是 一個國家 那今天為什麼 美國 不贊同 公投 美國在 幾個前任的國務卿 他們講得清楚 在 在公投裡面意味著 戰爭 公投是 為什麼說意味戰爭 你等於要脫離 征服者 這位美國 你要跟他們 再一次的作戰 那美國為什麼會 不贊同公投 聽看看 我們再重新來回顧一下 公投是什麼 就是 所有台灣人民來 投票 奇怪呢 美國怎麼跟我們說 你們台灣人 他不敢講說 真傻啊 Stupid 他不敢講 實際上 台灣人就是傻家 傻家什麼地方 流亡的人 都沒人 可以跟我們 本土台灣人 一起來選擇 真的不合理 所以美國說 為什麼不贊同公投 因為 逃亡的人 跟你們 真正本土台灣人的 本來就是不能 一起投票啊 那為了 讓你們 自爽 民族自由 你看台灣民族 在選舉的時候 這樣好不好 好啊 看那個 這樣來選 阿扁 阿批 崔總統 這樣好嗎 好嗎 好啊 好啊 哇 全部都在這邊 我們幾個牧師也參加 參加了 我自己也參加 我在那裡也是跳舞 哇 哇 因為好聽啊 那麼多人 哇 古清朗 阿批啊 東算 阿批 東算 我們幾個牧師也是 東算 也是 也是 東算 阿批 結果我就發現 有什麼狀況呢 民進黨 在成立 他們自己的 對不起 我找一下那個 在圓山飯店的 好像是這個 好像是這個 他有沒有這個 好 謝謝 這個圓山飯店 有去過嗎 我們看看民進黨在那邊成立的 民進黨跟國民黨是 是不是 黨友 本來 本來是對敵的啊 國民黨跟 民進黨本來是 不可以 他們本質就 雖然一樣 但是他們本身就不一樣啊 因為民進黨是要 透過選舉來 改掉中華民國嘛 那 這個黨 怎麼會 給國民黨來 給這個民進黨 到 圓山飯店 在那 勝利 待會 你們有沒有去看這個細竅 一個對敵的黨 怎麼會 讓 對敵的黨 進入到 圓山飯店 國民黨 宋美玲的財產 在那邊 成立大會 你是不是在那邊囂張 一般的 邏輯觀念來看 因為死對敵的 怎麼會讓你自己的黨產 你自己在那邊 還要在那邊成立 你這個對 對敵的黨 在那邊成立大會 一般邏輯是 不應該嘛 不應該 本來就不應該啊 那為什麼 這個美國 他也跟蔣經國說 你要讓 人民 能夠愛戴你 你一定要 黨 要開放 不能只有黨進 你要開放 然後 實際上 為什麼 一個 跟國民黨 對敵的民進黨 能夠在 圓山飯店 成立大會 其實巨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蔣經國講了 什麼都可以說 但是唯一的是 中華民國 這個名呢 不能改 洪其昌 他們這一 這一派的 新潮流呢 聚先 來促成這個民進黨 那雖然那個是不是 新潮流派 大家都多說是黨外人士 那實際上他們就早就已經 組織這個小幫派了 那但是 蔣經國就很清楚告訴他們說 你們可以在 圓山飯店成立 什麼都可以 但是唯一的是 中華民國 這個國後 不能改 這個中華民國這個名字呢 不能改 所以 到最後他們 不是說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是不是 已經 已經出馬腳了 很清楚 很清楚 那今天 我們看那個 阿比也是一樣 我們不是看 我剛剛在講說阿比 在選 在選第二任總統的時候 連任的時候 連任的時候 我們都參加幫助 哇 好高興 我們從山上這樣 起摩托車 打打打打打打 下來了 哇很高興 跑到新竹 然後到台中 結果 阿比說 阿比說 等到 我當選以後 我會改 中華民國 成為台灣共和國 然後我要 要自選 要自選 講出來說 這樣好不好 好啊 高興的說好啊 結果他當選以後呢 有人在問說阿比啊 你不是要改國號 中華民國改台灣共和國 或是台灣嗎 你不是要自選嗎 我不能改 不能改就不能改啊 結果他最後 我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結果秘書長給我們 結出這個謎語 是怎樣 阿比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唯一的就是 他就任中華民國 所謂流亡政權的中華民國總統 就任的時候 他發誓 他們不是有誓約嗎 第一個 我是中華民國的第幾任總統 第二個 我要效忠中華民國 第三個 我要 實現中華民國憲法 第四個 我要 幫助中華民國國民 他們也講說 我愛 幫助台灣 他就事的時候 都沒有說台灣的 都是中華民國 是怎樣 他不得不啊 他是在中華民國的框框下 所以 原來有 有一條 一百空四條 裡面有說 假若 你違背 誓約者 你就觸犯 一百零四條 你只要觸犯 一百零四條 死路一條 一百零四條 阿比說 我不能走 就是不能走 老人也是不能走 這樣聽 聽錯嗎 聽錯嗎 原來就是因為違背誓約 西樓一條 一百零四條 一百零四條 所以當然 任何人都是一樣 你敢 殺你自己的頭 不可能 所以今天 今天 讓台灣民政府 能夠看見 我們自己的將來 跟為 百姓設想 這邊 圖畫是 馬英九跟 甘比亞總統 你注意看一下 2009年4月 來台灣 然後 一樣的 同月 11月14號 突然 宣佈以台灣斷交 你們上 現在是高級班的要考你們 好 2009年4月 甘比亞來到台灣 而且是用 軍人 軍禮 歡迎 然後到了 一樣的 同年 2009年 2009年 11月 14 甘比亞 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 加台灣斷交 你看 是不是諷刺 是 是 幾個月 幾個月 就馬上斷交 是不是跟台灣斷交 是不是 對 後面有聽一個說中華民國 跟台灣斷交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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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好像中華民國跟他們斷交 所以 條綱下這個台灣就是給你們 哭泣一下 好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 我們台灣民政府 如何做 我們看一下 五月的時候 馬英九 這個不知道是誰弄我 就把它copy一下 這個等於算違反了這個著作權 趕快去繳稅 我要繳稅給美國 這個實在是一個諷刺的 那實際上在 在中華民國的檢察院檢察官也是一樣 也是 碰到這樣的問題 無論有彈劾這個幾個檢察官 或是幾個檢察院 到最後還是一樣的 沒有被彈劾 你看 本來要彈劾6比6都沒有結果 有一段時間高鐵3954億元 真的可以蓋6個101大樓 這個實際上 所以 來對真正的進入 也是 有人在重新查 也查不下去了 不敢查 因為老大在後面 這些都是 法官都是中 法院都是中華民國開的 這些都沒有什麼問題 剛剛 台北市 1 2 3 4 5 6 7 至少7個 結果到最後都沒有什麼事 我們看這個中公教 他們怎麼領 20歲開始 開始工作了 50歲呢 假如好的話就80歲 終身可以領 那我們勞工階級 台灣人不買怎麼辦 台灣人看看 那十五歲 這個是 評估的 兩百多萬 台灣人 但是他們中公教人員 領了三十多年 兩千多萬 然後跟我們比的時候真的是 你看看到最後 軍人職務 等到退休 還有他們的呼吸 你看公職 一直到 整個這樣的過去 怎麼會 怎麼不會破產呢 據說齁 我們已經領了 我們已經領了我們的後代 將近四兆到五兆的 已經先先用了 我們先用我們後代的錢了現在 好這個是一個對照表 給你們回顧一下 你看 曾經有過這樣的事情 郭瑤奇 林毅士 到最後 不起訴 貪污 貪污又沒有罪 貪污又沒有罪 有這樣的事情 你看 我們台灣民政府法院 將來就是跟歐美和日本一樣 會有陪審團 不是只有一個 奇怪 有一個花瓜 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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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 一直想想 都不會 要怎麼想 都想透腦筋 都想不透 沒關係 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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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們現在 不要那麼多 那麼多的醜陋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幫我到 後面的 最後面的 好 那今天的教育說儒家思想 這個都是已經在灌輸我們整個 不同的人民的心思 你看 今天中華民國把儒教當作國教 我們真的 很多人不清楚 很多人說 台灣的國教是什麼 台灣的宗教是什麼 一般的說民間宗教 人太多 實際上 有的人說 是儒教 不是台灣的 那個是中華民國的國教就是儒教 所以每一個總統都要 都要每一年都要去拿花圈 紀念這個當作國教 但是我們看看這樣的模樣 有的人說 我們 祖先是中國 大中國主義的 那不過就是在這個 這個畫圖裡面 因為讓我們更清楚 在整個的教育方面呢 要怎麼去改觀都變來變去嘛 不是 不是最近鬧的什麼特招 還有免招啦 免事啦 這些都不同的人就換了 不同的人換了 因為 commission不一樣啊 你要進入到 那個大關你必須有一個commission 最低的 最低的 我們高砂組來講 好了 我在去年 我碰到一個退休的 護士長 護士長 在衛生所 一個部落的衛生所 你要進入 你一定要準備二十萬 二十萬到三十萬 你才可以進入到護士長 這個是在山頂 在台北在島市 沒要怎麼 更多的 所以這一些 我們都要除掉 台灣民政府的時候 這些都要除掉 台灣人才是真的出頭天 當然要改變 這一些的制度 真的是要花一段的時間 為什麼秘書長說 我們執政以後 二十年到三十年 不用選舉 一聽到 一聽到 一聽到鑽鼓 驚驚驚驚驚驚 非常緊張 因為人與人之間 家人與家人之間緊張 部落與部落之間 非常要好的同學 高中生大學生 很要好的同學 一談到這個政治選舉 馬上不像朋友了 ,家父的家庭也一樣 有理系列 教育也一樣 部落也一樣 冬枝 不知道冬枝有 responsibilities 嗎? 所以這些都是 我們看看這個清淨農場 這是在南投的 他們怎麼去探呢 這是另外的觀商溝家 清淨民宿 有135家 有登記的112家 合格的只有4家 結果現在我們幾個賽德克族在南投 後面他們清淨農場的後面那些水溝啊 全部垃圾垃圾都堆堆下到高砂竹那邊 據說我今年碰到一個兩個牧師 那他說水溝整個臭都要命 因為都是 大家都高興說跑到山莊 那想不到 垃圾都給高砂竹吃掉 很可惜 這也是我們今天的雖然悲哀 但是沒關係 我們要重新再來 希望大家 我們看見今天 但是就是要讓大家有打拼的彼生的風險 我們用奉獻的心來幫助台灣人 我們不要說我犧牲了 我們用就像一般人教會所講的 我用奉獻 這個奉獻是甘願的 我幫助你也是甘願 所以這個都是大家的一種的意見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 這樣好不好 好 大家辛苦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我們這節課 下課休息15分鐘 15分鐘 等一下3點50分 好3點50分 回來這邊上課 好謝謝